你没看错,这绝对是土特产中的劳斯莱斯 刚从养殖场捉回来的长耳兔 有经验的师傅会立即对其去皮取肉 这种长耳兔无论从体型还是鲜美程度 都是实打实的美味 看似肥瘦的肉质却入口即化 即便是厚实的皮囊也润喉脆的 但独特的饮食习惯让肉质有古独特的善味 而且常见的处理很难将这个滋味去除 更是被师傅们亲切地称之为一半天使一半恶魔 处理得当的话,食客将有个天伦般享受 处理不当的话,这种滋味将会令食客终身难忘 为了在保持原本滋味的前提下,把山味去除 师傅特地前往广东潮汕学习半坚持的制作手法 猪油蒜片炒香后的兔肉经过洗肉时的熬煮 山味被压制的同时,肉质也愈发鲜香 为了迎合追求极致鲜甜的食客 师傅还摸索出酷汁泡酷肉的制作手法 鲜甜的酷汁将每根肉纤维染红 把肉料理处理成喝粥的品尝方式 一般是趁热品尝 闭口下去